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敬拜当中我感觉到神何等的爱我们 因为大家在任何一件事情都要祝福我们的 所以我用一句神的话来给大家 他说 耶和华的眼目骗他全地 要显大名 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为什么耶和华眼目要骗他全地呢 他天天仔细地在看 大事小事到处骗查 因为怕怕有遗漏掉 他是骗查全地 所以在神的眼中 没有大小 事情没有大小 任何小事他都注意到 他都要祝福我们 所以如果你认为说 哎 我好像有一句小事神没有注意到 不是的 他都注意到 大事小事他都要祝福 祝福那些 而且要显大能哦 神的大能多么好啊 他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条件很简单 只要你向他心存诚实 实实在在地信靠他 实实在在地相信他 所以他必帮助我们 他必不祝福我们 好 我们有这么一夜伟大的神 爱我们的神 大事小事都要祝福我们的神 他不适合我们所遇到的每一切小小的困难 小小的需要 所以我们要全然地信靠他 从年头到年尾 我们要充满了幸福 充满了盼望 充满了他的爱 把一切那种负面的思想通丢掉 因为我们是太好了 太幸福了 有这么一位神 他是骗查全地 要显大能 向他心存 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太好了 感谢赞美主 所以我们把一切不好丢掉 不无缘地都丢掉 所以我们现在要从一个 听说有一个教会 有一个木道朋友 他在教会里头 渐进处处 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他呢 一直没有什么动静 这个牧师呢 就很关心 这些木道朋友 都是我们的顾客 所以牧师不敢随便 都要小心事后 所以他就很温柔地跟他讲 有罪的人 我请问你一件事情 有罪的人是到哪里去 很温柔啊 这个牧师问的很温柔 有罪的人到哪里去啊 这个木道友怎么说啊 哦!我知道!我知道! 我常常来听你讲道 有罪的人啊 是到地狱去 到地狱去 但是牧师却给他一个意外的回答 牧师说 有罪的人要到教会去 为什么牧师这样含蓄地讲这个话呢? 到底有罪的人是到教会去 还是到地狱呢? 所以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让大家做一个思考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都清楚知道 圣经上说 圣经上说 世人都患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一句话大家都知道 而且也常常拿来做穿无印用 这一句的翻译不是那么好 会让我们有一种错觉 会让我们有一种错觉 因为人犯了罪 所以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你就觉得说 嗯? 我不要犯罪 我就有神的荣耀 对不对? 这好像有一个因果关系 我不要去犯罪 我就有神的荣耀 其实这个是道国为因 在神学上是完全错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 并不是因为犯了罪 因为一个罪人 天生就是一个罪人 所以有一句话说 人生而为罪人 你去做做没事 没做事 也没有做一件和一件坏事 可是神说 你是罪人 并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才是罪人 乃是我们有罪人的DNA在我们里面 所以不管你是东方人是西方人 是白人 是黑人 是黄种人 只要你是人 只要你是人 你天生下来就是罪人 罪人 就是要到地狱去的 如果他没有基督的救恩 每个人都没有盼望的 所以我讲这个事情是让他了解 有时候我们脑筋没有转过来 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误的想法 这个错误的想法是说 想要去找一个完美的教会 有没有 有很多人找来找去 现在找一个完美的教会 但是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 所有有罪的人都到教会来 所以你要找一个完美的教会 可能不可能啊 不可能嘛 你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 甚至如果说你发现很意外 像我们这么好的教会 你要找到一个罪人 让你讨厌的人 这个弟兄姊妹啊 那你不肯跟他说话 那你不跟他打招呼 甚至因为他的存在 你有点想要离开这个教会 这样你想法对不对 我在这个教会 找看到一个罪人耶 很意外啊 怎麼只找看到一個罪人啊 他一點都沒有意外了 本來就是罪人 所以你意外是你自己還沒有弄清楚 本來這就是罪人在一起的地方 是我們都是蒙恩的罪惡 我們都繼續在神的恩典裡頭 繼續地讓神來塑造我們 我們是半成品 沒有完成 還沒有完成 所以我們還有缺點 就像建房子的時候 外面弄一個篱笆圍起來 篱笆上面常常有一塊牌子說 施工中 諸多不便 很多不方便啊 施工中嘛 常常有吊神 咦?我們基督徒是這樣 我們會帶給別人不方便 因為我們還在施工之中 沒有到完全的距離 所以不要驚訝 請多包涵 請多包涵 好 我這一段話是來幫大家做一個思考 我們要一個正確的觀念 才不會到教會來 到教會來 或是對我們的弟兄姊妹 有一個不會有過不去的感覺 如果不能確認這一點 我告訴你喔 我們會活得很不好 為什麼呢 包括對你自己 我們會對自己過不去 有的人連自己都過不去 我們常常不完美 常常失敗軟弱 請問各位弟兄姊妹 你們當中 有沒有一個人說 我完全都沒有過失 完全就沒有軟弱 有沒有人這樣 你舉手看看 沒有 對不對 我們都還在施工中 都有軟弱 我們都必須提認這一點 才不會怎麼樣啊 跟自己過不去 主要我們向他心存誠實 耶和華的眼目騙擦全地喔 他要顯大能幫助我們 這是一種健康的想法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好 那我們現在呢 為了要大家把這個觀念放在心裡頭 實實在在地存在 才不會跟自己過不去 或者跟自己的弟兄過不去 或者跟自己的姊妹過不去 甚至於對自己的丈夫或是妻子過不去 沒有辦法過去 好 所以我們 我下面要講兩件事情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然後讓你的心思意念 能夠很清楚地在你裡面 這兩件事啊 不是聖經上的話 第一件事情 是有關人類社會學這一本這個學問 這是近代非常重要的一個學問 是美國長春藤大學所研究的一個重要合體 他們研究了這個人類社會發現了 人類從古到今幾千年來 到底做了什麼 歸納結果呢 是 有三個特點 好 注意喔 這個是現代學問喔 不是這家的喔 是長春藤大學的大教授研究的喔 這是一個很清楚的結論喔 好 這三個特點 第一個 人類都有自私性 人不自私啊 天誅地滅 人不自私 都是天誅地滅 人不自私 天誅地滅 他換你好不好 因為我英文不好 所以我聽不懂 第二點 人類還有第二個特性 爭鬥秀 哎呀這個不用我說明啦 你們都知道對不對 中國二十四史二十五史 打打殺殺你砍我殺這樣子 全世界都在砍砍殺殺 即使是在商場上也是殺人 都不客氣的 對不對 所以是中鬥的 毛澤東就相信這個 好啦這個兩個特性都很可怕 第三個特性 比較好一點 叫做利他性 利他有利於別人 利他性 對別人要好吃 但是呢這個利他性要加幾個字 有條件的 有條件的利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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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類啊 儘管 雖然人類啊 真正很糟糕 是 自私以自我為中心 自私性 爭鬥性 你砍我殺 肉肉強死 進行下的還有一點好處 利他性 還要加上一個條件 有條件的 整個說來 人類有沒有好的性 習性啊 沒有好習性 要做好事也是有條件 也是以自我為中心 聽我的 你不聽我的 拉倒 聽我的才對 做我的才對 所以在教會裡常常有這樣的情形 我有我的聖靈的感動 對不對 好 那家就拆槓了 教會就沒有合一了 所以從這三個特性來看 人類沒有一個可以上天堂的 我再做第二個例子來講 你是現代的學問喔 我問你其實要這樣講是因為讓那個觀念在你心中存下來 第二點是心理學家對我們心靈的研究的結論 這不是亂講的 這不是亂講的 現代的心理學家 清清楚楚研究人的心靈 他們為了讓我們明白人的心靈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他很簡單地說 人的心靈有四面窗 有四個窗戶 這四個窗戶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是透明的窗 從裡頭可以看到外面 清清楚楚 這是我們人 我們人 可以向對外表達的 但是稍微更深一點 到第二個窗呢 是 掩飾的窗 掩飾的窗 這是說 這一層就看不清楚了 為什麼 掩飾的 你知道自己有這個錯 這個缺點 但是呢 別人不知道 所以 所以就把這個髒的不好的人 就擺在裡面就好了 不讓人家看見就好了 所以常常有人說 人類的心靈啊 就像一個大垃圾桶 環是不好的 會臭的 人家不喜歡的 自己覺得羞恥的 那通通裝進去 通通裝進去 一輩子放在裡頭 將到有一天 帶進魂墓裡頭去 第二三窗已經是這樣糟糕了 第三窗上的窗是什麼呢 是 什麼是蒙蔽的窗呢 什麼是蒙蔽的窗呢 就是 自己 別人知道 別人知道 這跟上面不一樣喔 是別人知道 可是 是你自己不知道 這就是自己被自己的良知蒙蔽了 被自己的私欲蒙蔽了 落入試探裡頭 所以自己不知道 可是我們好以為人家都不知道 即使別人知道 所以這個是這種蒙蔽的現象 有時候不只是外面的人喔 就是我們基督徒教會的人也一樣喔 所以有人把它叫做什麼 屬靈的驕傲 屬靈上已經有了蒙蔽了 蒙蔽很糟糕 因為蒙蔽是已經做錯啦 他還不知道 就像我們會想說 欸 怎麼教會裡頭也有罪人啊 一樣 所以他自己做錯不知道 就是我們不知道自己做錯了 還以為自己對 如果是知道就好了 可是我們是常常不知道 所以從第一面窗到第二面窗到第三面窗 一窗一窗比一窗黑暗 所以我們對自己是沒辦法的 所以我們對自己沒辦法 第四面窗是甚麼呢 幽暗窗 從外面看不見裡面 人類心靈就像 人類的心思是很深很深的 人類的心思是很深的 深的比海更深 人心頗測 你懂嗎 這個成語你們知道嗎 人心頗測 所以人有沒有辦法去弄清楚自己裡面的心思意念 沒有辦法 其實神早就知道 神怎麼說啊 這是神的判定 我們要忠心接受 神說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 都詭詐 這個是在耶利米蘇十七章第九節 耶利米蘇十七章第九節 你可以換它來看 它說 人心比萬物多詭詐 壞到極處 誰能釋透呢 誰能釋透呢 這個誰是指什麼 這個誰是指什麼 包括我跟妳 所有的人 每一個人可以釋透人的心 所以妳有時候發現 妳跟妳同擠一張床的那個另外一半 上戶的妻子 妳有時候會說 我真不了解她耶 有沒有這樣的情形啊 有啊 沒有人可以釋透的 好 這樣的情形 這樣的心靈 怎麼可以上天堂去呢 我講了這麼多 目的是什麼 是讓人家 進一步落實地弄清楚 若我們有神的救恩 人是沒有盼望 我們沒有希望 了解這一點 我們才不會對自己過不去 我們才不會對別人過不去 我們也會對別人過不去 我們的神是永遠都在祝福我們的神 祂的眼目騙著全力 祂一直要祝福我們的 我們絕對不要輕易讓負面的思想出現 不要輕易讓對我們對自己的弟兄姊妹 有所負面的想法 所以我的目的是在這裡 我們如果明白這一點 我們的心裡才會健康 因為我們有一個完完全全了解我們 祂知道我們心裡所存的 祂知道如何解決我們的問題 祂知道如何解決我們的問題 所以祂就設下救恩 這個救恩是什麼呢 就是把祂的兒子獨生子賜給我們 神愛世人 甚至將祂的兒子賜給他們 使一切信祂的 不致滅亡 還得永生 神有祂的方法 祂把耶穌基督像一件禮物賜給我們 所以我們來看一段經文 這段經文我們來看這個 哥倫多前書一章三十節 如果你們有聖經可以打開來看 哥倫多前書一章三十節 我來念就好 我來念就好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 是本乎神 神又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 公益聖節救贖 好 我們只念到這裡就好 好 我們只念到這裡就好 哥倫多一章前書三十 是 神的救恩就是這樣 神這個救恩怎麼做呢 不得了 這是人類歷史上 是空前 而且是絕後的一件最偉大的神機 所以我們不要欠看這一句話 我再說一次 是人類歷史上 空前絕後的一件偉大的神機 因為有這個神機 所以神把一個最 極度的最大的公平 最大的慈愛 賜給我們全人類 包括我們在座的各位 甚至於還要包括你的子子孫孫 你看 這件事情是不是空前絕後的 無限的公平 無限的慈愛 無限的公平 無限的慈愛 所以我們常常會有一種懷疑 神賜下祂的獨生子 做了什麼 從寶座上下來 生在馬草裡頭 然後成為一個牧將 然後開始宣教 然後做我們的仆人 為他的學生洗腳 來洗腳 然後最後走上各個他的道路 一直走到十字架 然後被釘在十字架上 這就是救恩 這件事情怎麼會變成我們的救贖呢 各位 這件事情已經在兩千多年前 跟我們現在有什麼關係 跟我們現在有什麼關係 哥哥他 跟我們現在的距離也十萬八千里耶 你知道耶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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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管從時間上來講也好 從空間上來講 你相信這個不是詩人說夢嗎 所以如果不是神的恩典 沒有人會接受的 對不對 你去跟外面的外邦人 隨便跟他講 他一定不信的 兩千多年的一件事情 他的血現在還可以洗淨我的罪 你在說夢話 這件事情是十萬八千里外的一件事情 跟我今天活在這個南加州什麼關係 可是事實怎麼樣啊 所以很多很多的人 精神得救 所以這件事情太偉大了 是空前接後的神奇奇事 這個重點就在哪裡 重點就在第一句話 哥林多前書一章第三十節這一段話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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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本乎神 就是救恩的前半部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不是人做的 只有神才能做的 只有神才能做的 是神把我們擺在基督耶穌裡 因為祂把我們擺在基督耶穌裡 所以當耶穌基督釘在十字下上 受死的時候 我們也一起受死啊 所以耶穌,當祂被射到的荒 在那同時,同時 也被射射 你要問我 為什麼啊 為什麼我這樣說 就要去問上帝 好嗎 這是神的作為 你只要相信就好了 所以 完全是神的恩典 完全是神的恩典 我們常常看到那句話 歸沙龍 歸沙龍 唯有恩典 神的恩典 祂行愛神奇事 所以 時隔兩千年以上 空間距離有十萬八千里 我們仍然可以因著神的這個智慧 領受 領受這個恩典 是我們的生命從事改變 這孩子是前半部 這個前半部的恩典 主要是在一個血 基督替我們死啊 神的血 神的血洗淨我們的一切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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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起步 所以罪洗清了 我們才能夠跟神恢復和好的關係 但是救恩不是停在這裡 救恩要繼續往前走 所以後面他又說 神又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 公益聖節救贖 祂魔祷 神又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 祂成為我們的智慧 公益聖節救手 也就是說祂的復活 他复活之后就升天 升天就得荣耀 得荣耀就降下圣灵来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也就是说 死在父里 应该说父在子里 父在子里 子在圣灵里 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这是一件费大的神迹 父子圣灵三位一体 现在就住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就成为神的殿 简单讲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就是复活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复活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他要做什么 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我们一切的需要 他都供应 所以做一个神的儿女 基督徒 是多么幸福 我们不但得到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而且我们同样也凭信心 让祂来做成我们的一个荣耀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一切的需要都在基督 你需要智慧吗 你需要的是基督 你需要公义吗 你就需要基督 你需要圣洁吗 你就需要基督 一直到最后 你需要救赎吗 这个救赎是指我们最后 基督在的时候 我们改变身体 真正是身体复活 我们升到天上去 你看这个工作合成的浩大 神住在我们里面 就是一步一步要做成这一切伟大的神迹去世 我们不只是得救而已 我们要得到那更丰盛的生命 我们要更得到那最大的荣耀 我们要得到那最大的荣耀 所以这就是全辈的救恩 这就是全辈的救恩 而这一切都是神做成的 所以怎么做 我们常常会误会 说我受洗之后已经得救了 可是我并没有发现 就像你所说的 什么都完全的 什么都美好 什么都没有确欠 这个工作是一步一步来做的 为了让我们进一步知道他的工作 我们来看以福所书二章十节 以福所书二章十节 我们来看一下 以福所书二章十节来看一下 不然我们会觉得失望 不然我们对决会失望 好 我来念一次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注意哦 他说明 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 不是我们的工作 所以既然是神的工作 是神做的 对不对 不是你做的 不是我做的 所以我们如果说 我信了主之后 我要很努力很挣扎 我才能够进步 我才能够讨神喜悦 这个想法对不对 错了 因为这不是人的工作 你越挣扎 越失败 越挣扎 越软弱 没有用的 你就是对真理还不够清楚 这是神的工作 每一个人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不一样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都不一样 你不要看别人 就这样有说 我们这样不对 不是的 他会一步一步的做 这个叫做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个美好的计划 也就是说 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美好的安排 也就是叫做神的旨意 神在我们身上有祂的旨意 从我们受洗那一天开始 祂就按照旨意在做 所以你每天遭遇的每件事情 遭遇的每一个人 不论这件事情是多么糟糕 无论这件事情是多么的糟糕 你让你甚至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呢 要记住 这是神为我们安排的 绝对是神为我们安排的 我们要感恩 感恩 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喜乐 因为我们相信 神有祂的目的 就像我们刚刚在读的路德纪一样 路德纪的路德 为什么得到神这么大的奖赏 不只是路德 纳米也很让她欣赏 以至于神 就让她的儿子到世上来 就要降生在这个家庭里头 我们知道 是耶稣神的儿子 在世上是大卫的子孙 他其实是大卫的子孙 神为什么寻找路德 路德只是一个外邦的女子 对不对 那奥米也更可怜 她只是一个 死了丈夫 又死了大儿子 死了第二个儿子 然后两身空空的 就这么从这个摩亚 回到 回到玻璃已经去了 可是神是卷选了他们 你会不会觉得奇怪 那时候的以色列的女子太多了 可是为什么被偏偏想这样的人 现在还包括一个外邦的女子 路德 这个原因 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很重要 因为他们相信神 虽然在那个时代有很多很多女子 但是她就是选上了这个路德跟拿奥米 让她们成为大卫的祖母 最后剩下祖耶诗 对不对 为什么 就是我们是不是真心信靠祂 不会花怨银 你看 路德是多么信靠神 微微曲曲的像个小媳妇一样 跑到卖田去捡卖穗 很可怜 还听她婆婆的话 晚上偷偷地跑到卖财卖场去 偷偷地睡在那个坡阿树的脚边 我们肯不肯这样坐 我想那个路德也是一个女孩子 年轻的女孩子吧 她也有她青春美丽的梦吧 可是她竟然肯 就这样听她婆婆的话 自己威威威威威地睡在那个婆威的脚边 表示愿意以身相许 所以神看重这样的人 她有这样的好性格 路德就是告诉我们 不论你遇到什么环境 甚至包括你是外邦人也好 不会心怀不平 不会心里愁苦 欢然接受 神给我的一切安排 如果就这一点来看 我们现在的基督徒 恐怕还是比不上路德 因为我常常看见 有些神的儿女 当然会埋怨 不平 我们总觉得这些是稀松平常的事 但是耶和华的眼目 骗查全地 我们的每一个座位 他就看不见 你心存诚实吗 你照样敬拜他 感谢他吗 他就拣选你了 他就要显大能 帮助那些心存实的人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所以从这里看来 我们可以慢慢地 进入我们的这个主题里头 神要制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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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无所恶章这段话里头 我们还记得 我们原始祂的工作 要一步一步做 所以有人把这个形容说 神是一个伟大的钓客家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大石头 从山里头挖出来的块大石头 都是一块稠陋的大石头 我们的神每天就拿起枣子来 旷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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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翘 于是乎那些大石块小石块 通通 纷纷 崩裂下来 它一直在叼走 我们会觉得很痛苦 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神有祂美好的旨意 你需要的旨意是怎么样啊 顺服祂 不要心怀不平 不要说怨言 你只要顺服 你要信得过神 然后神一步一步把你雕琢 最后 就成为像主耶稣一样的生命 这是犹大的狮子 各位 我们在座的各位 神正在制作 要把我们雕琢成一位 像主耶稣一样的犹大的狮子 感谢赞美福 但是我们要有耐心 顺服祂的雕琢 所以 祂目的就是把我们摆在基督里头 不断的雕塑我们 然后我们才能够照着祂的旨意去行善 这个行善我们常常以为说 就是来做好事就好了 不是这个意思 行善 就是遵行祂的旨意 所以他后面说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所以这个行善来是照神夺预备叫我们行 就是神的旨意 所以总之一句话 我们要顺服 要信靠 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这就是第二部分的工作 第一部分的工作 我们的罪得赦免 这只是第一步 要继续往前行 要继续往前行 祂要来制作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信靠 我们要完全的信靠 那神必能够完成这个计划 注意哦 这不是我们的工作 是神自己要做的哦 它要在我们的信的人身上 显出祂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所以我们不能常常发怨言 或是对自己过不去 哎呀 这个怎么搞得好 我总会这样 或是对你的弟兄过不去 我的弟兄怎么老是这个样子啊 这些都不要有 因为这是一个过程 最后要完成的 都是最美好的 最美好的 好 我们用这两三段话 来作为一个依据 最后我们用这个 哥罗西书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这个话 来作为我们的一个 来作为我们的结语 Let's go to now Colossians 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的话 Chapter 3 actually Chapter 3 of Colossians verse 1 to 3 verse 3 This will be our end point 这句话是 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你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显现在荣耀里 哇 你看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计划 多么好啊 所以在这新春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 永远记住 在这一年里头 永远感恩 永远喜乐 因为耶和华的眼目 骗查全力的 不管大事小事 都要助我们的 不要因为一点小小的不顺心不如意 你就不平 心怀不平 你就逝去盼望 非常重要 那这里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二步的这个救恩的一个计划 这个救恩的计划呢 就是在这一计划里有很重要 几个重要的点 你们看一下 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 所以记得哦 这个第二步计划 一个重点是复活 神讲话常常喜欢用若 若 这个若什么意思啊 他不勉强 懂吗 他不勉强你 他邀请你 我们的神是非常和諒的 他邀请我们 我们若是与基督一同复活 邀请我们要复活 就当求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为什么复活很重要啊 如果要复活 我们就可以去追求 那个与神同在的一个生命 我们要跟基督一同复活 跟祂生命连结 其实这里也代表一个重点 是什么啊 复活 代表死 死了才能复活 你不先死了 就没有复活 要先死了 所以这个是更高生命的一个追求 不只是你犯罪 然后祂把你洗干净 这只是初步的救恩 神为什么要慢慢地制作我们 就是要把我们身上的一切不好的东西 统统做掉 每一样都要做掉 然后祂才把祂儿子的生命 做到我们里面 你舍弃多少 才能得着多少 所以我们的神非常有耐心 我们常常对自己失去耐心 对不对 我做到基督 做到这种常常还软弱 我到底有没有得到救恩 包括我自己在内 有时候我常常会做 但是我们神从来没有对我们失去耐心 祂的工作一步一步在做 虽然神借着环境来打击我们 这只是一个过程 舍己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对不对 舍己就是这个工作 兴起环境 来破碎我们 来倒空我们 因为只有这个工作 我必塞为 祂才能够兴旺 我们要感谢神 只有破碎 破碎破碎 然后才能制作完成 这是必要的受复 所以当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 往常常有一个祷告 主啊 求祢照着我 软弱的悲相 接纳我 这个概念一定要留在心里头 主啊 祢照着我软弱的悲相 接纳我 这只是第一句 第二句更重要 更求祢 照着祢那美好的旨 在我身上美好的旨意 来塑造我 我知道 一个塑造 我可能会遭遇到一些困难 但是我知道 祢是神 是慈爱 所以我的第三句 祷告是什么 因为我愿意付出代价 或许第三句 可能会有点怕怕的 逃不出代价 代价有多少啊 不要怕 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 我们可以大大的 坦然的跟神祷告 好 我把三句话 再回车起来 神啊 求祢照着我软弱的本相接纳我 这表示我是心存诚实的 更求祢照着祢那美好的 在我身上的计划来塑造我 然后说 因为我愿意付出代价 从前我常常怕这样的祷告 我愿意接受吗 我从前就怕 但又是神要把我派到辉州去宣教 我不想去 但是呢 神不是这样做的事 因为祂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都有祂美好的旨意 祂跟你安排的都是对你最好的 祂不一定要你去非洲宣教 祂可能也是让你在家里好好地做事 在教会里好好地服事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祷告 这样子有什么好啊 我顺服 顺服神的带领 求祂照着祂的旨意来成全在我身上 从从实实地在对待祂 我愿意付出代价 那么 神 会确定我的祷告 祂就会照着祂美好的旨意 对哦 神的美好的旨意 不是人的旨意 人的旨意常常是很糟糕的 神的旨意有没有糟糕的时候 没有 祂要做到我们身上的 都是我们承担得起的 我们若是愿意顺服 都是十倍百倍千倍地来赏赐给我们的 所以这样说起来 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 得到这个救恩之后 从头到尾 到最后得荣耀 都是在神的手中的 神会做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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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一个追求 所以 重点是在于 我们 必须要死去 所以 后面这句话 保罗怎么说 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我们已经死了 只有当我们真正愿意死 我们才可以真正地藏在基督里面 然后基督才会真正成为我们的生命 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到那生命的最高峰 跟着得着祂 要我们得的这个荣耀 后面还有一段话 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点的 我们这一章 既然最后 这段话 既然最后说 我们在神现在荣耀里头 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这个想象力 来活动一下 如果今天我们真正进入到这个荣耀 神的荣耀降临了 也就是 也就是神真的已经降临下来了 祂已经在荣耀里头 带着千万的圣徒降临下来了 我们的神带着千万的圣徒 在荣耀里降临到这个地球来了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盼望的 对不对 可是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启示录的第一章 启示录的第一章的第七节来看 第一章第七节就是在讲神的降临 第二次降临 他说 看啊!祂驾云降临 重目要看见祂 连次大人也要看见祂 地上连万主都要因祂哀哭 这话是真实的 阿们 阿们 当神驾云降临 带着千万的圣徒驾云到地上的时候 重目都要看见祂 所有每一个人类 主要有眼睛的 叫做重目 重目都要看见祂 有的人说这句话根本就是不实在了 因为在洞半球看见的 西半球看不见 对不对 若是在西半球看见 东半球就看不见 所以这个圣经的话是不是真的呢 要导问好 其实 当神第二次降临的时候 场面是非常浩大的 祂带着千万的圣徒 驾云降临下来 这个场面是何等的浩大 何等的荣耀 可是你看看 它下面的解释怎么说 连次祂的人要看见 地上的万主都要因祂而哀哭 地上的万主要因祂而哀哭 为什么哀哭 因为没有抓到机会 没有相信 是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 所以那些失去救恩的人 真是哀哭切齿 每一个中的难以后悔 就是要因祂而哀哭 那我请问 如果在那一天 我们设想 我们到底在哪里 我们到底是在地上 放着那个天空的那个 哇 那个时候主耶稣带着众圣徒 千千万的圣徒 它从外太空缓缓降临 缓缓降临 如果适当的话 它应该以每小时 一百公里的速度下来 一百公里的这个速度缓缓下来 这个是可以好长一段时间的 对不对 所以它下来的时候呢 东半球也可以看得到 西半球也可以看得到 因为地球在转 地球在转 对不对 现在是东半球看到 过半天西半球也看到 所以众木都要看到 但是问题是 我们来想象一下 这个长久里头 我们是在哪里 我们是那个众木里头的一个吗 我们眼看着基督 带着千万圣徒降临的时候 在那个荣耀里的降临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里头都爱哭啊 有时候 身为基督徒也可能 我们可能也可能是爱哭的一个 那如果不是在地上爱哭那在哪里 得胜的基督徒应该是在天上 在天上跟基督一同在荣耀里降临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想象力 想象力我们是在跟基督一同在荣耀里降临才对 那么你为什么可以在荣耀里 可以在荣耀里跟基督一同降临呢 我们可以回到一个主耶稣所讲的例子 主耶稣说有十个童女 十个童女 五个是聪明的 五个是愚拙的 聪明的跟愚拙的五个五个 表示说这个人数大概相当 聪明的里头有油 它有预备油 愚拙的没有预备油 不过我们记住哦 聪明的愚拙的都是得救的信徒 我们都提着灯 我们都提着灯 也就是说我们各位在座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提着灯 都提着灯 正在等主在来 可是分别哦 要分别哦 你是那一个里油 你说你是那一个有足够的油吗 准备足够的油吗 如果你没有准备足够的油 到时候你就不能进去 主会把门关起来 那愚拙的那些一时没有棒没有油的 结果呢 就在外面黑暗里头了 爱哭怯恥 那么这是到底什么意思呢 那个犹豫被犹的 你 基督欢迎你进去 干什么啊 就是参加祂的羔羊的婚宴 参加羔羊的婚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盼望的 我们辛辛苦苦做一个基督徒 就是要参加这个婚宴啊 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都希望吧 我们要参加这个羔羊的婚宴吧 我们不愿意漏掉这个机会吧 好 这就是天上的圣会 神的羔羊进行婚宴 我们所有的信父 所有的得胜者 都去参加祂的婚宴 好 参加了婚宴之后 主耶稣基督就带着我们这些得胜的基督徒 也就是祂的信父一起怎么样啊 哦 最后时刻终于到了 祂就带着这些千万的圣徒 在荣耀里头 缓缓降临 如果我们有幸 就在我们活的时候 基督已经降临了 我们不必死去的 我们直接就改变身体 然后升到空中 就与此相遇 然后我们就参加婚宴 参加婚宴 然后就跟祂一起缓缓从天宫降临 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所以我们不只是得救而已 我们也要有更深的一个追求 要得到这个正完全的生命 我们灯里头要有油 这就跟我们一开始所说的一句话 有关系 我们要有油 其实提着灯的都有油 为什么我们有的会没有油呢 那是因为我们舒服了 舒服了怎么呢 我们人常常在大事上忠心 小事上我们就不忠心 小事上我们就埋怨 小事上我们就不肯做 我们在服事当中 我们只把不重要小的松 都把它掠掉 只有等候神 只有等候基督等候神 才是第一要的 所以神要我们准备好 什么是准备好啊 大事忠心 小事也要忠心 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是一句话 我们要谦卑地走出去 即使是一件小事 我也要因着基督的爱 愿意谦卑地去做 因为我们的神 在祂的眼中 善事不分大小 祂要我们 不只是大事中心 小事上也要忠心 要把这个恩典 坐在那弟兄当中 最小的一个身上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要灯里头有油 要预备好 任何一个小弟兄 任何一件小事 我们都愿意去做 参加各种训教的活动 天悲地走出去 只要你听到神 正在对你呼召 你要愿意做 好 那么这样子 我们就是在小事上忠心 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 这句话 在马太福音说过 在路教福音也说过 在马可福音也说过 这句话 当初也不太明白 但是慢慢我也知道了 他说 然而有许多债前的将要债后 债后的将要债前 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十节 或者是在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一节 路教福音十三章三十节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不是说我们要努力努力 那么在后的要最上债前的 在后的要债前 神不是这个意思的 我们会很辛苦 而且没有盼望 你懂吗 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 他的意思告诉我们 我所给你的机会 我所给你的机会 你说当于为是 来服事 你愿意走出去 来照着神的意思去做 让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的时候 所以 你虽然债后 也会债前 注意哦 我们教会里头 有很多不同位置的人 有的是长职 有的是下面的一些简单服事的人 但是在神的眼光之中呢 事情没有大小之福 只要你尽心服事 债前的 许多债前的 将来会债后 而换过来的时候 债后的会变成债前 为什么呢 他告诉我们 神给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机会 就是我们的机会 不管是大小好坏 我们只要尽心服事 你就可以债后变成债前的 如果你有好的机会 却没有好好地尽心服事 太前的会变成债后 感谢神给我们这句话 让我们知道 在教会里头 在我们家庭里头 在我们的服事当中 主要我们不倾呼神给我们的 一件和一件小事 在怎么卑微 我只是去指挥交通也好 我只是去排桌子也好 我只是有个木道 有行动不方便 我敢去他接送也好 这些事情好像都是不重要 不太那么重要的 但是你肯认真去做 在神的眼光 在神的眼中 一样重要 而且他还告诉我们 债前要变成债后 债后要变成债前 为什么这样啊 因为神有一个很大的原则 你们记住 当我们降为疾悲 他就升为至高 将我们当我们自己把自己升为至高 他会把我们降为至低 这个我们要当心了 不是我们自己来判断 完全出于神的一个做事的人者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我给大家一个好的建议 如果我们教会当中发生了一点问题 有一件事情 我们最好要争先恐后去做 你们或许说 教会里就不能这样子啊 争先恐后 这个就是教会不好的现象 但是有一件事情 是可以争先恐后的 什么事情啊 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你要争先恐后的去认错 你要争先恐后的去饒恕 你要争先恐后的去降悲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这是非常有福气的 争先恐后的去降悲 争先恐后的去降悲 争先恐后的去饒恕 神的眼目骗他前面 他都看见 他都要祝福 感谢赞美的祝福 祝福 谢谢大家听我讲话 谢谢